人民大学过街天桥 安排了两个保安值班 防止有人挂标语 俩人值班 俩人 俩人一边一个 防止挂标语 这活 您满这边点 那边有风口 一天几个小时 12个小时 多少钱 一个月3000多 一个月3000多管饭 好嘞 多保重啊 好再见 没有发现 最近说点话 讲点事特别的费劲 我最近跟人家 在抖音上聊天也好 还是在微信上聊天也好 我惊奇的发现 很多人都有一个毛病 说一句撤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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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具体 咱们谈到什么 敏感的不让说的东西 都是就是日常聊天 哎呦 说一句撤一句 说一句撤一句 我觉得特别生 我就那天 我就是跟一个很多年认识朋友 我说以前不是这样 以前我们都随便都瞎聊 然后他就说 他不是不是 要注意注意 他说我 我上周的时候 他说跟什么 因为他们家物业的事 也不是怎么着 他说好像跟什么水暖公司 也不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说在电话上打起来了 然后就是骂起来了 他说后来 那一伙警察就来家了 要注意什么说话 什么正能量 这大的 他说现在他就说 还特别注意 就不能让人家再抓着把柄了 我的妈呀 我还有这样呢 我抖音的群里头也是 也有人 一会发一个撤一个 发一个撤一个 我那天我有点脑了 我说你这是干嘛呢 我说这样的话 我就没法跟你说话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啊 跟别人在 就是抖音上 聊过条 大家就是就一个话题讨论 结果最后呢 那个人呢 应该是把他那边的话 给撤回去了 后来 撤回去之后呢 就剩下我自己在这自说自话 你知道吧 那有些人 他就可以利用这个发出去 说你看你说什么什么了 然后呢 其实呢 当时是一个对话 你知道对话都是朋友之间 就是信任的人才开始对话 而且对话的时候 都是在相信你的情况下 咱们聊一些话题 有的时候都可能 我可能都没聊这个话题 是别人引导我聊的 那我肯定就是说一些 啊就这样啊 说一些 哎 最后有人 他把他那话撤了 给你发出来 你说这种事 我都遇到过 所以我那天 我群里边 有群友 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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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有点脑了 我说我特别不喜欢这样 我说你要这样 我就不跟你说了 大纪元时报 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正当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 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 欲娇娱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 都在大纪元时报 定报专线 0800-566-688